和谐社会是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120名农民工今天拿到了拖欠三年的工资 查处非法小民养行动今天全面展开 今年的审计报告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是审计处今年关注的重点 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年度骄傲 这是一年一度的经济盛会 经济半小时 关注公众利益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瑞成刚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农民工返乡 昨天我们到有打工第一线之称的重庆开线进行了调查 看到不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们已经在春节之前提前返乡 他们当中近一半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失去了在外地的工作 而整个重庆市回流农民工也占到了总数的6%左右 前前我们再到素有打工第一镇之称的四川省金塘县 竹高镇去看一看那里的农民工有没有大批提前返乡的现象 我现在是在金塘县的竹高镇这里曾经被称作为中国打工第一镇 现在是1月2号晚上的8点多钟了 我们看见又一辆超长线的客运班车 从广东东管开回了竹高镇 金塘县是四川省的劳武输出大县 而竹高镇又是金塘县的劳武输出大镇 为了方便农民工返乡 金塘县客运站专门设立了这样的超长线客运班车 往返于沿海地区和金塘县境内 这些从东管回来的农民工都是在新年的第一天乘上返乡大发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告诉记者 这个日子比起往年回乡过年的时候早了至少半个月 我们那个场面也是这样 主要是有受到一些经济风暴的问题 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在采访中记得了解到 除了受去年冰雪天气影响探亲或者过年等自身原因返乡的以外 有不少农民工都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而金融危机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企业匠心裁员 工厂订单不这么多嘛 就是发工资就肯定就平时少一点了 工资低了 那你大概低了多少啊 低了两三百块啊 最少在三百 现在面临裁员吗 裁员都现在回来厂里只有一百多个人 现在就裁员只剩下八十个人在厂里上班 裁员才能到 那您现在是打算回来了 回来不住了 没法坐下去了 就在这辆从东莞发回的客车到站一个多小时以后 又一辆从深圳发回的客车抵达竹高镇 尽管离2009年春运开始还有近十天时间 但这已经是这一天内从沿海地区满带而归的第五辆大巴车 记者在金唐县客运站超长县分公司了解到 2008年10月到12月期间 返乡乘客运输量比2007年同期增加了30%以上 从我们在金唐县客运站的采访来看 今年这个时候坐长途车返乡的农民工的确比往年同期增加了不少 竹高镇所在的金唐县是远近闻名的打工县 全县80多万人口当中有超过18万人常年在外务工 每年给家乡带回超过15亿元的劳务收入 如今不得不从东部沿海地区提前回家 这给农民工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我们再到竹高镇去看一看 2009年1月5日下午 在金唐县的竹高镇 记者见到了39岁的雷水瓶 雷水瓶的家是这栋连外墙都还裸露着的房子 然而他打算粉刷的心愿 今年又被迫延后了 因为2008年他无奈地提前返乡了 挣不到钱我们都回来了 我们再整起 我们一年到开始是一切六七 现在就是这六七的开始 雷水瓶在广东打工已经三年了 返乡前的一年多里 他在东莞一家五金厂做窗帘馆 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近两千元 他原本计划再多干一段时间 攒足够的钱明年春节回家装修房子 然而2008年9月以后 雷水瓶的收入却是每况愈下 一分可以 掉一分之差 工资就低了 一高一比一高一就太低了 同样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工作的 竹高人吴军也发现 由于来自国外的订单直线下降 工资开始逐月减少 11月9号反复斟酌再三 在外打工已经八年的吴军和妻子 也坐上了返乡的列车 最后这个月走的时候 两个人领了一千六百多 加起来 只有八百多块钱一个月 这么低的工资我们肯定不会做了 2008年岁末 雷水瓶和吴军这些农民工的回归 牵动了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的神经 2008年12月10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 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掌握情况 我们建立了个动态信息报告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县级相关部门 每一个乡镇 那么每周对返乡农民工 要做一个统计 每周上报 而且是一次性返乡 20人以上的 如果接到这个信息 是及时上报 雷水瓶 吴军 以及其他返乡农民工的名字 陆陆续续地出现在了统计名单上 我们金唐县是常年在外务工展 有18万人 然后我们今年经过统计 回来的人 其实我们今年12月31号 有1.8万人 大概占10%吧 从金唐县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 周报表上记得看到 截至2008年12月31号 受金融风暴 企业倒闭或减员影响回乡的农民工总数 5051人 大约占返乡总人数的47% 看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 我自己来讲 有感觉是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 就说是确实要提供大量的就业的岗位 来满足它的需求 这个有相当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对全省情况也进行了摸底调查 记者从四川省农劳办了解到 截至2008年12月26号 四川省因金融危机 从省外返乡的农民工 达92.96万人 与12月19号相比增加了6.8万人 而在返乡者中 从事行业人数排在前三位的 依次是建筑业 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全川来看的话 这个组的数量不少 目前应该是接近百万了 因受经营危机影响 返乡的农民工将近百万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往年的这个时候 回家路上的农民工 都是揣着在外挣来的辛苦钱 准备和家人团聚之后 再出门寻找新机会 今年提前返乡的农民工 不仅打破了这个时间表 更是打破了往年的惯例 他们不知道年后还能不能出门 还有没有工作在等待着他们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有这样的担心 在新唐县我们也看到 也有不少人就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甚至有些还成了本地企业眼中的香伯伯 在成都市雪国天交服饰有限公司的厂房里 质疑女工周鸿林正在忙碌着 两个月前拥有四年工作经验的她 还在温州做着同样的工作 换乡后周鸿林不费吹灰之力 就在居家十几分钟路程的九龙服装工业园 找到了新工作 在九龙服装工业园里 很多本土企业都把视线 投向了像周鸿林一样的返乡农民工 周鸿林告诉记者 她的丈夫是个邮递员 在送报纸的时候 看到园区门口的招工信息 经过考试 她很快获得了这份工作 而在服装工业园区里 记者还见到了很多 像周鸿林一样幸运的返乡农民工 其实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地重新就业 得益于覆盖整个成都市的就业信息库 在金唐县劳动保障大厅 记得看到 大屏幕上的招工信息不停地滚动着 建材公司月薪最高2800元 服装厂计划招工300人 工作岗位便及成都辖区的九区四市六县 为了支持企业西纳返乡农民工 金唐县对西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企业 给予社保岗位补贴 对西纳事业返乡农民工就业 达到一定比例的就业安置型小企业 享受就业安置型小企业贷款政策 以政策促就业 以发展促就业 以互动促就业 金唐县多管齐下开拓就业新路 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一些措施 一万三千多返乡农民工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的返乡农民工的就业 有八千三百多人 所以从总体上看 现在尽管形势越来越严峻 但是到目前 这个压力还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金唐县对返乡的农民工也做过一次调查 从沿海地区回来的这些人当中 大多数都希望在本地找到工作 突然就多了上万的就业人口 这给当地的政府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除了在本地企业和农民工之间 穿针引线之外 金唐县也想出了不少其他的办法 来帮助农民工们找到新的饭碗 金唐县劳动局调查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意愿时发现 在五千零九十个调查对象中 有两千六百二十三人都打算学门手艺 2009年1月5号上午记者判件 金唐县白果镇马家邻村的活动室 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邪技术培训班 几十名学员面前摆放着一台台制邪设备 几个月前从深圳返乡 整日无所事事的胡大全 如今在老师的指导下 成为了一个相对熟练的制邪学徒 胡大全正在享受的是金唐县以培训促就业的优惠政策 免费入读由县劳动局开办的培训班学习技术 在金唐县承担这项任务的有一个就业培训中心 两所技术学校 以及像白果镇制邪培训班这样的 深入到各乡各村的流动培训班 一旦有三十人报名 就可以立即开办 基本上每个班结业时 厂家都会直接到现场招人 这是很好的机会 总说的我还是感谢他们政府 对我们这次就是说 曹班这种 因为给我们的重新就业的机会 也挺好的 作为一线之长 吕信伟得知培训的开展情况 心里既高兴又有些不安 因为培训一个学员 就需要补贴五百元 此外 为了鼓励企业 吸纳就业困难的人员 政府已经开发了上千个公益性岗位 这笔资金每年还要投入几百万元 我们总共要拿出两千多万 来支持反乡农民的就业 这个压力确实也是蛮大的 可喜的是 政府已有所考虑和动作 从2009年1月4号起 成都市政府拨出了七千五百万元款项 一次性向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人员 每人发放五百元就业培训券 成都市政府部门预计 这次就业培训券的汇集人群为十五万人 其中返乡农民工是培训券的主要发放对象 约为十万人 在金唐县赵镇举行的返乡农民工座谈会上 一位刚刚领导培训券的农民工就激动地表示 在就业的寒冬里不妨安心磨联 待危机过后形势好转就又有大县伸手的时候了 从以前的打工潮到现在的返乡人流 劳动力市场的风向转变可以说是多年少见 虽然它的导火索是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 但是对像四川这样一些大量输出农民工的内地省份来说 这场变化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就业压力 近日四川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 切实解决失业返乡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意见 明确指出将失业返乡农民工在城镇创业就业人员 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持范围 根据金塘县劳保局统计显示 从2008年至今 全县累计已有37名返乡农民工成功实现创业 林汉门业的老板周道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在广州打工八年 前不久回乡创办了最佳厂 如今已雇佣了20多名员工 其中接纳了不少返乡农民工 12月11号 成都市总工会 成都市劳动保障局等部门 启动了成都市返乡农民工创业援助行动 创业援助行动将持续到2009年年底 建立10个创业培训示范基地 创业培训将结合各区县的优势产业 比如都江业有猕猴桃 温江有花卉 有针对性的邀请培训师 为当地农民制定创业计划进行培训 按照17大的这个精神 实现这个以创业来带动就业 但这个应该说也是我们程度 在抓就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 社会蓝皮书中指出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 全国提前返乡的农民工 估计达到400万人 大量农民工返乡 无疑给严峻的就业形势增加了新的压力 但是能不能通过多方努力 把这样的压力转化为发展契机呢 在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 李厚强教授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农民工它也是一种人力资本 资本它必须在流动中才争执 说它不论是流出去还是流进来 是吧 流回来 它都是在流动 资本不流动 它都不会争执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尝试 它回来的话 它就把社会搞活跃了 这个社会就有生气 人力资本就会增值 整个社会的财务会增加 在采访结束时 金唐县县县长吕信伟告诉记者 金唐县已经制定了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 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要达到9%以上 今年无论面对多少困难 都不会让农民跌倒在增收路上 我们由08年 我们全县投资60多个亿 要增长的投资09年投资100个亿 它会有更多的更新的岗位被开发出来 我们对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 还是充满信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出现了不少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 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我们过去所依靠的 劳动密集型兼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模式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前的脆弱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巨大的人口数字 决定了我们很难在短时间之内 转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而为了帮助农民工度过金融危机时的艰难 我们反而要加大这样一个产业的比例 来促进就业 这个看似两难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客观的说 大批农民工返乡 也给我们传递出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而且东南沿海地区的打工经历 也让这批农民工的劳动素质 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 他们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如果内地的中小企业 也能像之前的沿海地区一样 利用自身的优势兴旺发达起来 农民工们即使回到家乡 他们仍然会给中国经济 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而那些劳动力的输出大省 一方面承接了沿海地区 转移来的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另一方面也给沿海地区的转型 腾出了空间提供了可能 面对返乡的农民工 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机遇 而不仅仅是压力和负担 也许中国经济未来的脚步 就已经从这张被打乱的时间表开始了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2008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评选 今天我们为你介绍的是 20名候选人当中最特殊的一位 他的职业是医生 但是他却用笔做武器 做出了一件让人们永远灵际的事情 第一个揭开了三路毒奶粉的盖子 他就是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 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冯东川 他是一名普通的医生 却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不要使用三路奶粉 为了挽救那些生命垂危的婴儿 避免更多的孩子遭受病痛的折磨 他履行着医生的责任和良知 拿起手中的武器 向毒奶粉开刀 这是一枚从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的体内 取出的结石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的结石 堵在一个硬朗大医尿管中 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厚重 所以我一定要启动掉他 探紧这一枪 他把对奶粉质量的质疑 发布在博客上 三具情案事件 因他终于浮出水面 整个乳制品行业为之震动 作为一名医生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生长 救死服伤是他的本质 揭露真相是他的责任 道义 勇气 执着 规矩在这个人身上 他就是江苏徐州市儿童医院 小儿泌尿外科医生 冯东川 在今年的20名候选人当中 冯东川虽然身份最普通 但是他的入围 却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媒体人士的评价 我觉得他这种勇气 他这样的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我觉得也正是我们中国传统 美好的传统的价值观的一个体现 就是说他会把在遇到这种大的 这种社会的事件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一个 方方面面这么长时间 没有暴露出来这样的一个医疗事件的时候 他能够有勇气去直面它 去探索这背后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没有考虑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这样的点 只是作为职业道德 作为一个医生的良心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他能站出来 所以我觉得还更能体现 我们中国人 这个通人身上的这些美德 这些美德才会集聚出来 有一天才会使他们成为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